人天福报、业障和灵性是同时往前走的 比如,你身上有业障,也做了很多善事 你求人天福报,希望有一个孩子 等你有了孩子出生后,这就是给你的福报 而你的业障却丝毫没有减少 你不能说,我做了很多好事,把我的业障也消除 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真正的功德是悟出来之后 用佛性去做每一件事情才可称为功德 一定要悟出来之后,也就是悟出这个道理之后 师父还说,如果你没有开悟 你说,我用佛性去做每一件事情,这是空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来分享一下 没有接触到心灵法门之前 我记得连续有三年清明之前都在医院里 因要上坟打电话,都是老公一个人去的 现在,我学心灵法门有五年了 五年中没进医院一次 去年那是命中节车祸进了医院 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心灵法门真的很灵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卢台长 感恩所有师兄们 感恩一切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前天早上,我收拾完卫生间 正欲站起来 突然感觉腰站不直了 坐着就没事 走路时只能猫着腰走 上晚相识 我向菩萨许愿 先念一波心灵密码 明天早上烧七张小房子给我的药精者 腰好之后,我到师父的博客分享 第二天早上起来 能直着走路了 感觉好了七成 今天已差不多痊愈 上街买菜拎东西都没事了 感恩菩萨赐予我们的法宝这么灵验 今生今世 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跟着东方台师兄们好好修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我儿子想在大学开学前 考好驾驶执照 菩萨慈悲加持 苛刻顺利通过科目一二 上周,当他告诉我 八月三十日 已约考了科目三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中元节 第二反应就是我们不一样 有三大靠山和五大法宝 马上很平静地回复我儿子说 好的,加油练习哦 到了今天早上 我一早去放生 自己一百条 儿子四十条鱼 想着和儿子去考完试 再上香送小房子 我的和儿子的药精者 房子的药精者 不料叫他起床的时候 他告诉我很困和头痛 说想再睡一会儿先 我马上意识到 自己不应该拖延着不送小房子 于是我马上上香祈求 把小房子送好 给儿子李佛大忏悔文两遍 消除障碍他考试的业障 香刚好灭了 他自己就醒了 说不头痛了 我们的五大法宝缺一不可 实在是太灵验了 到科目三路面考试的时候 听儿子说 本来路上有一台车 嫌他开得慢 在后面按喇叭的 但他一场冷静 感觉到是菩萨的加持 不慌不忙地继续开 后面的车子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于是很顺利地 一次性通过了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师父 感恩龙天护法 金刚菩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2023年8月15日 坚持念经第27天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月事就来了 以前总是看医生 中医看过 西医看过 吃药就不舒服 根本无法调经 后来我放弃调经 天天念经 月经突然来了 而且这次来月经 没有以前那么不舒服 以前要来月经 整个人都晕晕沉沉 莫名心烦 控制不了 要发脾气 现在 我会自我反省 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进行纠正 周六日 我接待了 我深圳同事两夫妻 他们两夫妻 从深圳过来 住在我家 还在谈恋爱中 双方家长都反对 而且两个人 总是吵闹 有时拿刀要干架 彼此都不信任对方 控制欲强 我接待完他们 我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原来的自己 也深刻明白 一个爱发脾气的人 其实带给身边的人 很多灾难 念经后 人比较有智慧 自然而然 会从身边的人 与世当中 去反思 自己哪里做得不对 应该如何去纠正 每年的中元节前后 我总是无法念经 今天差一点中断 脑子里有一个声音 叫我放弃不要念了 心也有些烦躁 感恩菩萨加持 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请假在家 念完经再上班 念完后 一身都感觉轻松 做事也有劲 坚持很重要 有时 我们总会遇到障碍 我们要坚信 心中的信念 现在 遇到别人误会我 我也不会发脾气 这让我很意外 分享结束 如果 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重阳节的佛学开示 东方台秘书处编者案 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 一个非常大的传统节日 是尊重老人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日子 也是佛法讲的 慈悲精神传播日 一 精彩问答开示 一 在重阳节念经的注意事项 二 精彩节目开示 在重阳节念配套经文 求万事如意 会损耗功德吗 选自2018年11月4日 悬疑问答节目 师父之前开示过 重阳节可以念49遍如意 宝雷芒陀罗尼 和三遍大悲咒 祈求万事如意 请问师父 念诵这样经文 是否和念准其神咒一样 需要消耗功德 才可以顺利如意呢 不一定的 你就算没有功德的话 你念这个也会增长功德的 就是数量问题 数量多了才能增长功德 哦 明白了 是 重阳节配套经文 能否在平时念诵 选自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 第264 问 师父开示 重阳节当天 可以念一个特殊的经文组合 大悲咒三遍 如意宝伦王陀罗尼49遍 请问 是只能重阳节念一天吗 还是平时 也可以随缘念诵几遍 祈求 比如工作和生意上的事呢 答 可以念 但是要专门祈求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比如 师父今天帮一位老人家求菩萨给他严寿 如果我没有开悟 我在帮老人家求菩萨时 因为他对我好 经常帮助我等等 这时我求的不是功德 因为 在我心灵深处 没有以一种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和精神来救他 只是我觉得他很可怜 年龄又这么大了 我就替他求求吧 这只能称为善事 不能称为功德 而且求的效果也不大 这就是嘴巴说 用佛性去帮老人家求菩萨严寿 但是我真正的本性中 却没有用一种真正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去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睡醒了 inside out 我 这会认识 你的 请 пит 招待 api 董 给